第11题将标示为110伏特800瓦的两个电锅并连 连接在110伏特的电源 一个电锅消耗的电功率为多少瓦特 老师上课强调过 标示110伏特800瓦就表示 如果我接在110伏特 就会正常发挥800瓦的功率 那么现在我们把两个电锅并连 并连的时候总电压等于分电压 所以并连在110伏特的电源上 每个电锅所享受到的电压都是110伏特 于是他们都能够发挥正常的功率800瓦 所以第11题问我们说 一个电锅消耗的功率为多少瓦特 我们答案选的是B800